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莲花山下 两个奇特的海湾呈现出令人不解的自然奇观 千百年来 当地人如何利用海浪 又如何与海浪相搏 善尾这座融会了多种文化的滨海城市 有着怎样人与海的动人故事 本集地理中国海岸带考察队将前往善尾市进行探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每逢春节或集会庆典 陆丰市西南镇青塘村的村民们总会举办舞狮表演 不同于其他地方 青塘村所舞的狮子圆脸阔口 白鹅青面 看上去尤其凶猛 这就是在海陆丰地区被称为狮中之王的盖宰狮 从小就开始学习武师的黄志强 有着几十年舞盖宰狮的表演经验 如今的他是村里远近皆知的盖宰狮老师傅 黄志强告诉队员们 海陆丰地区有青面白鹅 狮斑勉略的离语 意思是无论哪种狮斑 与盖宰狮相遇都必须演习西谷 以示尊敬 盖宰狮为何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在风光以你的南海之兵 又为何会盛行这种威猛霸道的表演形式呢 这样 然后呢 脚过一天 这个脚过一天 这样 这个脚一天 然后再这样 然后再这样 这个真的 看起来好像不重 但是其实拿着还挺重的 黄志强说 在扇尾 武师和武术从不分家 这源于当地悠久的驻军传统 根据记载 明朝初期 为抵御东南沿海倭寇 海盗侵袭 明太祖朱元璋下诏 在结石建立卫所 并调集北方及中原官兵来自驻扎 结石由此成为明清时期 常年驻兵兵把守的军事重镇 清塘村多为结石位的后裔 因此 这里的许多传统都带有明朝军队的痕迹 清唐人讲的方言被称为军话 清唐人武的虎诗被称为军诗 也就是盖仔诗 看似桌朴的盖仔诗 在阳 开 番 月间 彰显着古节石位军人的英勇身姿 善为特殊的地理位置 也塑造了当地人百折不挠的上语精神 海洋情况变幻莫测 世代生活在滨海之地的人们 要捕鱼 要耕地 要生存 就要不断对海洋发起挑战 那么 善为人又是如何与海共生的呢 在南陵浩瀚南海 长达450千米左右的善为海岸线上 分布着众多海湾 其中较大的两座便是 东西毗林的红海湾与节石湾 为了一探究竟 队员们首先前往节石湾进行考察 五十多岁的萧乃琪 是节石湾远近闻名的捕鱼行家 他的看家文领就藏在眼前的这个大筐里 这个是纸巷 然后从它上面出了很多其他的 对对对 二十米 一个高 现在这上面有多少个高 这六十多个高 两块长不过二十厘米的竹片 五十只特制铁钩 再加上百米长线 这就是萧乃琪的秘密武器 如果明天去看那个季节 这个时候就要明天去烧采油 萧乃琪要捕捉的 是一种被当地渔民称为麻鱼的深海鱼 他说成年麻鱼能长到一至两米 重十五千克左右 尖牙力齿 体表光滑 行动凝敏 而且攻击力极强 如果不小心被咬扯到 肯定会掉一块肉 虽然它们难以捕获 但是风味极佳 深受善伪人的喜爱 因此这种鱼也成为考验渔民技术的挑战者 渔民们代代相传的方法 就是使用成百上千只鱼钩 在海浪较大的时候开始海钓 因而这方做千钩钓钓马鱼 这两天台风气旋的影响在慢慢变小 小乃琪准备在休渔期来临之前出海碰碰运行 然而就在工具准备停荡的时候 海风骤起 急风掀起大浪 被打碎的水滴给海面蒙上了一层雾气 小乃琪所在的浅澳村位于捷石湾东部 此时的它没有想到 在与浅澳村隔海湾相望的枝兰岗村 渔民们遇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形 祖祖辈辈 靠海吃海的刘振元深知 现在并不是钓马鱼的最佳世界 但是物以稀为贵 马鱼无论在什么世界都是市场上的宠儿 今天它也决定出海千钩钓马鱼 与萧乃琪不同的是 刘振元选择将船驶入吉时湾与红海湾相交的海域 此时风浪叫缓 但刘振元和他的伙伴看起来并不轻松 两个小时后传到了适合下沟的海域 刘振元和他的伙伴们相互配合 一边移动一边挂耳 千钩钓马鱼的另外一个奥秘就是耳料 这些活蹦乱跳的小鱼是马鱼最喜欢吃的食物 刘振元说 马鱼非常聪明 不会轻易咬钩 普通的鱼钩和鱼饵不能吸引它们的注意力 有经验的钓手会准备十千克以上的新鲜鱼饵 保证每一个鱼钩上都有一条活鱼 以此来增加成功的几率 因此对于刘振元和他的伙伴来说 每一次千钩钓马鱼都是一次带有风险的投资 要放多少钩啊 放到一千个吧 一千个啊 对 能钓上一千条鱼吗 没有 可以钓个一两条就忘碎了 刘振元解释说 千钩钓马鱼实际上是一种模仿行为 上千个鱼钩和活尔就像小型鱼群在海浪中穿梭 吸引马鱼这类凶猛鱼类前来捕猎 可是在风力小 海浪平的时候 海水能见度增加 活尔的伪装效果大大折扣 马鱼很有可能躲开这个陷阱 不过既然已经出海 刘振元也只能放手一搏 大风干停的时候抓马鱼最好了 丰富的海钓经验让刘振元的抛钩动作 如行云流水一起呵成 在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里 一千多枚鱼钩便全部抛入海中 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 此时渔民们更期待起风 三个小时过去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海面依旧平静 刘振元决定收钩返回 没有啊 今天 今天亏本了 一条都没掉到 在陆续收到空钩和耳钩之后 刘振元感到有些失望 手上的动作也渐渐慢了下来 休于期即将来临 想要再钓到马鱼将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这样的情形令队员们感到有些沮丧 在传说中鱼获泼风的海湾为何会无功而返呢 老乡说对海边生活的渔民们来说 捕鱼依靠经验和技巧更依赖海洋 满载而归或一无所获都是生活的日常 同时他告诉队员们 此时在结石湾难以见到的场景 很有可能正在鸿海湾上演 位于鸿海湾的马公港 是距离汕尾城区较近的渔港之一 在这里渔市和马头连在一起 据说每天凌晨 马公港都会上演《抢鱼大战》 凌晨四点 马公港渔市一派宁静 考察队甚至怀疑是不是找错了地方 零星的几个摊贩告诉队员们 此时就在漆黑的海面上 已经停有从远海回港的渔船 大船持水深 无法靠近马公港码头 所以人们更关注 在大船与码头中间百度的小渔船 现在我们就和那些等于来的渔民 心情是一样的 因为刚才看到了有一艘渔船 大概也就是两分钟时间就被抢 开始抢了 开始抢了 船还没停了 几乎就在一瞬间 码头上突然挤满了人 人们争先恐后地冲上小船 挑选最新鲜最稀有的深海 为了吸引人群 有的小船还没靠岸 船长就开始向岸边兜售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小船上的渔货便被运上了岸 此时的人们已经把注意力 集中在了即将到手的渔上 队员们根本无法靠近 抢鱼队伍的中心 面对这些看着相似 但种类完全不同的海洋生物 靠插队员既直观地感受到了 善为海产的丰富 也产生了新的疑问 据当地人描述 在同样的风力条件下 如果红海湾风级浪高 鱼获丰富 结石湾海水就会一派平静 鲜有鱼虾 反之亦然 这种自然现象长久以来 深刻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 那么这种奇特的海浪规律 是如何产生的呢 此时向导告诉队员们 善为市的东南部有一座遮浪半岛 它的西边是红海湾 东边是结石湾 当地人认为 正是这个半岛遮挡了海风 产生了一弯有浪 一弯无浪的特殊情况 这种说法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他决定带领队员们 前往遮浪半岛 一探究竟 遮浪角位于遮浪半岛的顶端 队员发现 遮浪角东西两侧的风浪情况 明显不同 甚至仅凭体感 就能感受到两侧风力的差异 河山儒 广东省地质局 第七地质大队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这个就比较明显的 一个遮浪半岛 就像种点一样 一边的浪大 一边的浪小 这就非常清楚了 可奇怪的是 在这样的风力作用下 遮浪角却几乎 全部由巨大的礁石堆积而成 周围并没有沙滩形成 这个因为这个水洞的能量大了嘛 沙都给它冲走了 冲到这个比较低潮水以下了 专家说 遮浪角是被沙洲连接到陆地的一个小岛 构成的夹角 在夹角效应的作用下 这里的风力明显增大 海浪更为汹涌 这时 队员们发现 有人在遮浪角的礁石边钓鱼 一下就没了 人气钓了 没勾住它 它漏一钟 它这个鱼 钓上了一个 钓上了一个 这是一条大的 这还小 比最大的一个八档的 队员发现 老乡的钓具和鱼饵都很特别 我能看见您这个工具吗 很小一个钩 那这种钩就钓不到大鱼哦 对 哪个蚯蚓钓不行啊 因为它也不值得 因为那种鱼是傻的 原来鱼也不傻 不同的鱼 是不同的形容 交谈中 队员们了解到 遮浪角风高浪急 却是众多 基钓爱好者的天然钓鱼场 不过 看上去 这些爱好者 似乎都喜欢聚集在 风浪大的一侧 海甲或者礁石丛中 往往都半生着 极丰富的水生洞植物 这些地方 也成为海洋中 各种回游性鱼类索尔 产卵的必经之路 一年四季 鱼类都极为丰富 在夹角效应的作用下 这些地方 常伴有极大的风浪 也因此出现了 有浪才有鱼的说法 不过 这里的浪 指的其实是潮水 海调与潮汐的关系 在海洋中 海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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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后 专家发现 遮浪角东西两侧的情况 就像一座山的迎风坡 和背风坡 如此看来 当地奇特海浪景观的形成 或许真的与遮浪半岛的 遮挡作用有关 但是 遮浪半岛高度不高 宽度也只有大约一两百米 这样的一座半岛 又是如何将强劲的海风 拦截下来的呢 河山儒认为 要想找到遮浪半岛 遮风挡浪的原因 还是要从 汕尾整体的海洋环境入手 汕尾市海岸线绵长 拥有近百个岛屿 如果遮浪半岛 能够使洪海湾和结石湾 出现一边风平浪静 一边海浪滔滔的情况 那么 其他的岛屿 会不会有着 同样的海浪景观呢 为了印证这一猜测 专家选取了 位于结石湾的 施工辽半岛 和位于洪海湾的 归陵岛进行考察 施工辽半岛 施工辽半岛 现在的化工业 外面的钱 铁金毛巾的复杂上面 帮一些药杂物分泌的东西 这些复杂在上面 这好像是 这下豪肉 豪肉 哦 好多豪 对 加来 对 好多的 哎呀 每个市场饭上来都有的 好的 专家告诉队员们 紫色历史的行程 与白沙湖的特殊环境有关 施工聊半岛 三面环海 仅西南部与遮浪半岛相连 这样的地质构造 使得其内侧区域 极易形成白沙湖 这样的半封闭式系湖 而且白沙湖内 有四条溪流注入 大量的泥沙 礼石 随水流而来 使得这里形成了广阔的滩土 专家说 白沙湖虽然水域宽广 但是与海相通的湖口 很窄 因此即便这里不断有潮水往复 湖内也很少受到风浪影响 如此一来 这里便成为了 牡蛎 螃蟹等众多蒸物的乐园 随后 考察队来到施工辽半岛的东色海岸 专家发现 这里与遮浪半岛的风浪情况 基本一致 接下来 考察队准备前往 位于红海湾海域内的 龟岭岛走访调查 据说 龟岭岛的模样 酷似一只浮水的乌龟 整座岛屿 与大陆没有连接 岛上却有一口 百年不合的淡水井 长城为过往船只 躲避台风或蹊脚的伏地 谢谢 你好 这个淡水井是一直都在这儿是吗 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 考察队来到淡水井旁 队员发现 这座淡水井的蓄水面非常低 老乡的说法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但是如果这口淡水井 仅靠大气降水来蓄水 它又为何能百年不哭呢 专家决定 对整座龟岭岛的地质环境 进行 考察过程中专家发现 龟岭岛上的植被颇为丰富 步伐上百年的粗大桥木 专家推测 除了降水补给以外 龟岭岛在海面下的导体 与大陆山岭相连 这口淡水井 也与陆地的地下淡水层相通 因此才能百年不哭 几番考察后 专家发现 龟岭岛也同样有着 一侧风级浪高 一侧平静无波的情况 专家说 汕尾背山面海 岸前较长 周边海域分布着众多岛屿 海洋季风在穿越海域时 被一再减弱 抵达近海区域时 已是强弩之末 再经过遮浪半岛的阻隔 红海湾与结石湾 便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海浪奇观 奇异的海湾现象 在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 汕尾人似乎天生便知道 该如何规避风浪带来的危险 同时又能从海上 获取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物资 人们既赞美海洋的广阔与包容 又敬畏它永不停止的涌动 于是 依赖与探索共存 危险与收获共生 伴着风浪起居的善伪人 既学会了大海的开阔与豪迈 也带着追掏竹浪的勇气和智慧 创造着这座越东海翼的风扰盛景